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珍 常在關注我影片的觀眾應該知道 我對於手機的興趣是從我國小時期就開始培養的了 比較可惜的是 小時候的我當然還沒有能力去擁有這些我感興趣的產品 長大開始做這行之後 它沒早就走入歷史了 但這就是我頻道的經典系列所存在的意義嘛 這因為時代早已不同 使他們擁有著當今手機手沒有的特殊性 雖然我要承認 開這系列很大一部分是為了要滿足自己曾經的願望啦 尤其是更早以前的手機 完全可以說是要擁有我小時候的夢想了 不過畢竟時間久了 有些古早手機並不是說找就能馬上找到的 更不用說是機礦良好甚至盒子還在的了 所以今天要介紹的這支手機呢 應該是我近期收到最時有開心的物品了 因為它完整的圓了我小學時期的夢想之一 向大家帶來14年前最美的科技藝術品 HTC 鑽石機 Touch Diamond 如果你問我從小到大以來 哪個手機品牌對我印象最深 相信點進這部分你們也知道我的答案了 好無疑問就是HTC 好幾年前的HTC 真的可以說是在自回型手機界 超越三星 必接蘋果的領導者 能有這樣的地位 也是因為當時的HTC 無論軟體還是外型都下足了功夫 那也成功地吸引了小時候的我 還有許多消費者的目光 各位從我之前拍的那部 參觀和台灣謹慎的HTC 專賣影片 應該就知道了 它對我來說 絕對是意義非凡的品牌 那麼它現在的局勢 我想各位多少也知道了嘛 這部影片我就不細題了 今天還是讓我們回到十年前 那給HTC 正賣向高峰的時期吧 我自己當初第一次知道HTC 這牌子 是在2007年6月 他們發表HTC Touch 這款手機的時候 這次跟初大iPhone的發表日期 只差沒幾天 那也是他們一同改寫了 智慧型手機的發展史 我之前有說過嘛 智慧型手機這詞 並不是 iPhone 出來之後才開始有的 市場上很早就有這樣的產品了 只不過一來能做的事情還是蠻少 一來操作方式實在很不友善 就是很難用啦 到後來雖然都有慢慢在改善 但多數消費者 尤其是年輕人 還是會選擇外型更活潑 使用以更方便的功能型手機 之後初大iPhone就出現了 以非常簡約的外型還有易用的介面 登場在世界上 而HTC Touch呢 概念其實也跟 iPhone 差不多 都是為了要讓智慧型手機 更加的平易近人 以外型來看 跟 iPhone 可能還是有一段距離啦 但你要知道 那年代的智慧型手機本來都長這麼樣的 當時搭載的 Windows Mobile 系統 在介面外型與易用度方面也勸退了許多人 雖然 HTC Touch 依然沿用了 Windows Mobile 系統啦 但它在 UI 上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之所以叫做 Touch 就是讓你有辦法直接透過手指去操作 而不像以前那樣 介面小到只能拿觸控筆去點 總之 HTC 跟蘋果一樣 成功的讓越來越多人換上智慧型手機 兩方也在這路途上不斷的晶晶外型與介面 就這樣到了 2080 5 月 HTC 鑽石機 誕生了 它是我認為 HTC 多數經典的其中之一 也是 HTC 外在兼內在的巔峰之作 那這支手機是我在 eBay 上面購買的二手貨 賣家是從英國那裡寄出的 這支我等了大概一個月才到吧 還要轉運那些的 雖然鑽石機當時台灣也有賣啦 但年代真的太久遠了 不是幾乎沒有人在賣 就是機礦不太優或是配件不完整 那我說的這支又有多完整呢 等等你們就知道了 對 這個就是它的外盒 外面這些是跟台灣賣的不一樣啦 應該是某家英國電信商的客製版本 而且寫得很詳細喔 很多規格跟特色都寫在上面了 沒關係 這些等等我也都會說給大家聽 那這一層其實只是它的外包裝 這個才是鑽石機的盒子本體 沒錯 其實盒子就是這個形狀了 台灣賣的版本也是這樣 有人有角 還類似鋼青烤漆的黑色光滑質感 欸 至於我剛剛講的那句話 因為這樣的設計你等等還會再看到好幾遍 總之現在該是本體出場的時候了 對 這就是當年劇動許多人的外型 它的背面是由各種角度的平面不規則的組合成的 所以它並不是平整的喔 是真的有這樣的形狀 為什麼這次叫做鑽石機 就是因為它跟鑽石的表面一樣有人有角 那整個背面也是鋼青烤漆的 是不是就如剛剛的盒子那樣呢 雖然對 這當然就是塑膠材質了 但光線之下顯現的那種不規則之美 真的讓人非常的難忘 而且鏡頭作為正面三角形還有另外做設計 用了個金屬法斯文上去 這一圈仔細看還有切邊處理 旁邊這裡則沿著三角形的邊 寫上了它的鏡頭規格 那台灣販賣的版本 HTC Logo 會以同樣的方式放在這個地方 對 不放中間 而是斜斜的沿著切角 但這還不是讓我最驚豔的地方 當年除了iPhone之外 其他制度型手機還是會配個觸控筆嘛 而它的觸控筆 居然也順著機身的切邊設計 做出了切角 這種細節都有顧到 你還覺得它不是個藝術品嗎? 這是台將近14年前的手機啊 然而它的美還不僅僅只是如此 我們還有很多沒講到的地方 啊 順帶一提 機身底下的橘色Logo 就是英國電信商另外加上去的了 你在台灣買的鑽石機不會有這個東西 那來看看它的正面 各位看到這層膜沒有? 當初寄過來的時候 它是沒脫落那麼多啦 是我後來有偷偷用了幾下才會變這樣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過了那麼久 你少說絕對也超過10年了吧 這層膜居然還是留著的 沒撕掉也沒脫落 我光是用個幾天它就快掉下來了 前一個使用者根本就是買來收藏用的吧 所以來吧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它這個地方 幾乎全新的一面 它 真的是我近期收到最棒的手機了 真的是找到寶物的感覺啊 一台2008年的手機 還能保有如此完美的模樣 總是鑽石劑的上面是一片2.8吋的觸控螢幕 這算是當年智慧型手機普遍的螢幕大小 iPhone的3.5吋以當時來講算蠻大的了 而且你看 它有那時候iPhone沒有的前鏡頭啊 應該說iPhone真的太晚加進去了 20m80一堆傳統按鍵手機也都有前鏡頭了 那下面這裡分別有主頁鍵、返回鍵、撥號鍵、掛斷鍵 還有四個方向鍵跟確認鍵 而且你仔細看 這座還有個順時針的箭頭指示 這裡我就先賣個關子吧 等等再實際操作給大家看 那按鍵上面就是HTC的LOGO了 對,包括旁邊這個東西 這年代的小孩會對這個圖示有印象嗎 你們如果在某HTC手機上面看到這個東西 那就代表它一定很有年紀了 比Sony Ericsson那個小綠球還老 因為2008年底之後的HTC手機都不放這個LOGO了 但是這台你拿在手上 真的完全不覺得它有多老啊 而且你看它的厚度 這個只有11.3毫米哦 當然不能跟當今的手機繼續比啊 只是你要知道 當年很多智慧型手機都還是這樣的厚度 iPhone也是相對很薄沒錯 但最後的地方還是比鑽石機要厚 對,然後側邊也是有寫字的 這邊寫說它有內建4GB的儲存空間 你看,這在當年還是個可以拿來寫在機身上的特色哦 雖然那時候的iPhone也就16GB了啦 然後另一邊除了音量鍵之外也寫了HTC Innovation 也就是HTC創新產品的意思 早期HTC手機的電池也都會印象這句 這標語真的是當年HTC的驕傲 因為他們也確實做到了這點 我想我這樣介紹下來你們應該也有感覺到了 再來機頂就是電源鍵,喇叭開孔在這裡 底下這個是HTC自創的接孔 它比這種迷你USB還多出一個角 平常是也可以用迷你USB來連接 只是一些HTC的配件 比如耳機那些的 就會是這個形狀的接頭 對,耳機 這隻手機也沒有標準的3.5mm耳機孔 想接你自己的耳機就要另外買轉接線 更早之前的HTC就是這樣的做法了 以你潮流超過10年啊 當年的Sony Luxem也是這麼做的 還記得吧 那麼就來說說這次斷石機的規格吧 它在2008年5月發表 比iPhone上去還早一些些 螢幕就是2.8吋的LCD 比例是早期手機常見的iPad 4.3 解析度有到480p 要知道當時iPhone一直都在用320x480這個解析度啊 加上它螢幕又比iPhone小 所以看起來真的氣勢超級多 以現在標準來看還是蠻不錯的 但說到觸控的話 就是iPhone明顯勝出了 這次還是採用著早期手機的電阻式觸控 雖然手指以外的飛導電物體也能有感應 不過缺點就是讓人比較大力 而且只能用單直來操作 雙子收放等等的功能都做不到 那處理器來自於高通 單核心528MHz 以當年來說算是旗艦級的了 記憶體有192MB 能滿足那時許多需求 儲存空間就是剛剛說的4GB 雙SIM卡什麼的不可能有 當年自負型手機沒這東西 三處網路也還在逐漸成熟的階段 主鏡頭有320萬畫素 還支援自動對焦 只可惜沒有閃光燈就是了 然後機身沒有標準耳機孔 系統則運行著Windows Mobile 6.1 到時可以給大家看看它的模樣 而這上面只有一層HTC高度定制的 名為TouchFlow 3D的介面 它也是HTC經典中的經典喔 然後當年這次Diamond 其實還有個雙生機種 碳的外型長這樣 還有個別名叫做聖利機 這詞應該更少人聽過了 總之它的規格都跟這次鑽石機一樣 但上下做的比較圓潤 背面也沒有這種鑽石設計了 應該是為一些覺得原本鑽石機 外型太前衛的消費者所推出的 不過我當然還是喜歡原味的鑽石啊 光是看到這防震機身就已經快受不了了 而是HTC之後 其實還有推出白色款的鑽石機喔 不過賣出的數量並不多 所以在當天真的就是極其稀有了 如果你手邊有這個白鑽石的話 請你一定要好好的保存起來 然後可以的話也聯絡我之類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 後來HTC其實還出了個 與鑽石機外型十分相像 但多了個測滑鍵盤的Touch Pro 只不過加了鍵盤之後 整次手機變得厚重很多 就少人那份鑽石機的精緻感了 然後還沒玩喔 鑽石機其實是有第二代的 那就是HTC在2019年推出的Touch Diamond 2 螢幕變長了 設計也蠻不一樣的 比如那個背蓋就變回平整的樣子了 比一代鑽石機還要內斂不少 所以對 我還是喜歡初代的那種感覺 而且最後我還會給大家看這次手機 HTC S740 相信看過它的人更少了 因為台灣沒有開賣 其他地方買它的人也超級少 它是弄成按鍵型手機的樣子 螢幕不能觸控,然後也有測滑鍵盤 可以看出HTC 當時真的把鑽石機的精神 貫徹到後續的許多手機上 好啦,講了那麼久 剛才說說喝幾個油哪些東西了 現在的手機 盒裝配件我換5秒就介紹完了 但這次鑽石機 絕對能讓你再次亮起眼睛 首先上面這層有放一張驅動光碟 就是裝在電腦上 裡面有同步軟體那些的 再來你們仔細看這個放手機的地方 它不是只能用一個要槽那麼簡單 它是完全仿造鑽石機 背面的切絞去做設計的啊 不信的話你們對比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是不是這樣 放下去之後可以完美的符合 看到他們願意在這種 消費者可能只會去看一次的地方 還是如此細節的部分下心裡 我正要為設計團隊表達最大的敬意 那手機的兩側是隨附的耳機 而且同樣爭取的鑽石機的設計理念 有人有腳 連麥克風這個地方都不放過 然後這條是傳輸線 頭的部分一樣也是黑色光滑的 還有多負一根觸控筆喔 弄多的話還有一次機會這樣 再來這層就是電池跟充電器了 電池的容量是900mAh 其實以當時來講 這容量還是算小的 所以續航力算是真是蠻多人詬病的地方 充電器的部分 它是用插頭分離式的 這個是英國那裡的規格嘛 你可以換成台灣規格的接上去 而且你想的沒錯 它也同樣是鑽石機那樣的設計 此外你們應該也發現了 這些配件同樣也都保持在一個超級新的狀態 應該說根本完全沒用過吧 保護膜全部都還在 太扯了 那這些我就不去試啦 讓他們以最完美的姿態繼續保存著 接著底下這裡還有放東西喔 這個是說明書 裡面有教你一些基本的操作 還有一本安全相關的說明文件 以及這個本來應該是耳機的泡明耳塞啦 但可能接觸空氣太久了吧 它已經整個粉碎了 總之前面的故事終於講完了 現在來好好探索它的內在吧 啊 令人懷念的HTC Logo和Windows開機畫面 對 一開始它會要我們校正觸控 早期電阻式觸控螢幕都得這麼做 所以我們要拿起觸控筆 依照它的指示去點擊 注意不要點歪 再來設定我們現在的時間 接著就要先讓它Run過這個 促時安裝程序了 一些HTC定制軟體還有主題等等的 就是在這時候安裝的 趁現在給大家看它的螢幕 我讀細致好了 這真的很可以啊 顯示中文字也不成問題了 我等等拍張對比 知道你們會更有感覺 跟當年的iPhone 3G 真的不在同一個級別上啊 我們夠剛說到中文 現在這個系統是只有英文語言的 想要中文介面就得另外刷韌體 那說到刷韌體啊 鑽石機因為當初也賣得很好嘛 所以網路上別人做的刷機資源也是頗多的 當然不像刷機自身的HT2那樣壯觀啦 只是升級個新版Windows或是介面 也還是可以的 而且其實它有辦法 透過模擬器的方式 讓它運行Android系統哦 這些就不在今天的討論範圍啦 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再考慮拍部短片看看好了 那這個就是它的主畫面了 這種黑白相近的色調也很符合這支手機 所以這個翻頁時鐘應該就很多人有印象了吧 我記得就是從鑽石機開始出現的 已經成為HTT的標誌之一了 而且它不是靜態圖片而已哦 到了下一分鐘是真的有翻頁動畫的 那底下這些圖示就是它的其他頁面 有聯絡人、訊息那些的 對,點一下就可以跳過去 可是HTT這個鏡面就是要用滑的才有意思啊 這時候上面就會用大圖示來告訴你滑到哪個地方 這裡還有相簿的頁面 它會用這種堆疊的方式來表示你拍的照片 然後是可以用滑動來檢視的 那現在我們點進一張照片 首先這樣轉過去照片也是可以跟著轉的 它好像也是HTT第一支具備動作感應器的手機 再來它的螢幕不能這樣雙指放大嘛 但HTT就想到一個奇招 只要在你想放大的地方 順時針轉一圈 它就會跟著放大了 然後逆時針滑就是縮小 你要點兩下也是可以的 雖然對啦 整個靈敏度跟及時度還是不如現在手機就是了 那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方式喔 剛好不是說按鍵這裡還有一圈箭頭嗎 這時當你在上面輕輕轉動的話 對 它也能達成放大縮小的功用 這在流氧網頁的時候也可以使用 但說實在也不是很靈敏就是了 然後注意到了嗎 我碰這裡的時候按鍵會亮起來 而且是這種優雅的、見亮的方式 除此之外你在充電的時候 這一圈燈也會有這種由下往上的呼吸燈效 你還覺得這不是藝術品嗎 好啦 我來講我們的介面 旁邊的音樂也是這樣 上下滑就可以換專輯了 至於它的音響嘛 你本來就不能對它抱什麼期待吧 那這個天氣頁面 可能是伺服器早就沒在維護的關係啦 已經沒辦法更新天氣資料了 不然它會有像這樣子的天氣動畫 這個與它也是超級經典的 後來HTC就整個簡化掉了 有夠可惜 喔對 各位如果看過我現前那部HT2的影片 應該就有發現兩台介面上的設計是差不多的 HT2是後面改良過的 圖示變彩色了也多了不少功能 但2008年能做到這樣 我實在覺得當時HTC的軟體工程是已經夠神了 你要知道當年的Windows Mobile是真的很不好用 像我們都知道這樣滑動可以捲動頁面嘛 已經是當今基礎到不行的手勢了 但這版的Windows Mobile浴室還不能髒喔 你現在看到的能華是HTC另外寫上去的 應該說這邊真的很多小東西都是HTC加持過的 比如原本鍵盤超小一個 後來HTC就把它加大了 調音量的介面也是 本來超級陽春的 現在有夠優雅 還弄了這種高低音階 而且你知道還有什麼東西能襯托這次鑽石機的美嗎? 那就是...這個 HTC經典的彈珠遊戲 早期用過HTC的各位對這款一定不陌生 它就是在鑽石機上面首度出現過的喔 那我可以很確信的說 這遊戲是完全的神作 第一個 它將HTC手持加入的動作感應器發揮得淋漓盡致 讓當時的使用者知道 智慧型手機已經能做到這樣了 第二個 玩法超簡單直覺 而且一玩就上癮 小時候就有同學拿這隻手機 當時我一直跟他自己來玩這遊戲 第三個 這遊戲的介面居然已跟鑽石機完美的契合了 遊戲後面自動有波度的關卡 你以為只是為了增加難度嗎? 仔細看看這些紋路 這...完全就是參照鑽石機那樣的背面啊 總之我真的覺得 當年只有HTC可以抽一HTC了 不過它終究是14年前的產物嘛 用來作為當機使用已經不太可能了 你能想到當今的產物軟體 在這系統上基本都安裝不了 雖然Windows Mobile的可塑性很高 但效用性絕對還是有限 我也懶得折騰了 暫居上網或許還是可以啦 但我手邊也沒有大張的SIM卡可以測試 精神的上網好像也不能幹嘛 喔對,它的背蓋裡是長這樣的 沒有SD卡槽 而且我剛發現 出風筆這裡抽開的話 它的螢幕就會自己亮起來耶 原來Galaxy Note的意識就是存在於這隻啊 至於它的相機嘛 鏡面是長這樣子的 這個是縮放 然後這個是相簿 然後這個可以選擇不同模式 像是露營啊,全景之類的 還可以套各種相框上去咧 把平衡跟曝光度什麼的也都能調 當時DiPhone中的那個快門鍵 不能做其他事 而且沒有前鏡頭啊 雖然放到今天來看 那個水準也不過就是這樣的程度啦 跟後來的這隻HTC比起來 差距一下就拉開了 即使比較新的這隻 其實也有一段年紀了 並非當今的頂尖 但那個時代的差異還是很明顯的 解析度低沒有HDR 顏色範圍差 拍下來的只有滿滿的情懷 現在是這一隻HTC鑽石機的錄影畫面 那我就不拿現在的手機跟它比了啦 反正差別一定就很明顯的 你們也知道的 它其實解析度 比我之前用的那一隻好幾年前的手機 還好好了耶 它的畫質算我不知道是多少 只是無論它的FPS還是解析度 我覺得手機比那隻還好好了 有意思的地方是就是居然有前鏡頭錄影 雖然它本來就有前鏡頭啦 可是能前鏡頭錄影的話 哇 已經比當你的iPhone還要強了吧 總之以上就是HTC鑽石機的介紹啦 拍過這麼多集手機影片 真的很少有這種讓我如此驚嘆的手機 除了前一位使用者還保存得如此完整之外 也真的難以置信 一台14年前的手機能有這樣的軟硬體工藝 我在得到這台手機之前 雖然對它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但實際上手、使用時 還是不斷的被許多細節所動容 很想再畫個好幾百字來抒發這樣的感覺 不過總歸一句就是 謝謝HTC啦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也是個喜歡收藏手機或其他經典產品的人 除了像我這樣到處尋寶之外 你也可以考慮用另一種方式來展示它 向大家介紹Grade的展示框架 各位看到這個模樣 應該就能理解是怎麼一回事了吧 對,最近廠商將手機各個零件拆解開來 並整齊的排列在上面 再加以設計成為了展示品 而且這些零件皆為真材實料 不是專模作樣而已 雖然他們有盡量挑選出外觀量好的機子 但可能還是會有一點使用痕跡在 另外電池的部分為了安全 就不會附真實的在裡面了 那Grade目前已經有推出多款iPhone的展示框架 除了這之外 少數其他廠牌的手機 甚至到遊戲機、Apple Watch等等 都有這樣子的形式 而且每一款旁邊都有獨特的文字與圖片解釋 有種工業草圖的設計感我超級喜歡 總之各位有興趣的 就點進影片下方的網址 並在結帳時輸入我的專屬折扣碼 來獲得10%的優惠吧 而且每次開賣的數量有限 一些比較熱門的機種 如果碰到賣完的話 記得要看看他們下一批的開賣日期 抓緊時間喔 那麼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其實當今我也拍過三部 這種經典的7C手機介紹影片了 那我也要說跟上次同樣的話 那就是這絕非最後一部 對我來說 HTC真的有太多值得 讓我獨立拍一部片來介紹的經典了 儘管大家都知道 這牌子現在的處境實在沒有很好 但他們曾經解釋的這些輝煌歷史 可是不允許就這樣忘掉的啊 或許你們可能已經不太熟悉 但沒關係 之後就由我來慢慢訴說吧 所以想繼續追蹤下去的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覺得這系列很有意思 想表達支持的 也可以考慮底下的喜歡與超級感謝按鈕喔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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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twist 我們下一個集合的 像剛才私卡修 條件 王子 然後我們下一個集合的 まず我們下一個集合的